我會和我的團隊一起努力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 做好這個創科之橋 推動香港經濟和民生的發展 這條創科之橋有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這個協作之橋 在我過往三十多年的公務生涯 我深深感受到香港有一群很有心 也都有能力的創科人才 但是香港的創科發展 不是單是這群創科人才就可以做得到的 一定要各界的協作 整個的產業鏈,周邊的市場都要作出配合 所以未來有時間,我會做好我們創科局 推動協作這個工作 第二部分,是一個溝通之橋 要透過創新科技 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 一定會帶來改變 這些改變,要能夠有效地落實 一定要大家共同的理解和支持才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怎樣加強我們的溝通 促成我們創新科技可以落地呢 這個也是我們第二份最重要的工作 第三個,是人才之橋 過往的一段時間 我們等到很多資源 心力去培養我們香港的創科人才 亦都是初見成效了 但是怎樣去繼續大力地推廣這方面的工作 是加強我們人才培訓呢 以及亦都是要繼續吸引海內外的專家 加入我們香港的創科人才庫 這個亦都是我們未來工作的重點 這一次我們看到接下來 我們到ンナ最新的新科技 提醒你 有一個級別的新科技